我亲生的儿子 刚出生 就被别人给偷换走了 娘 难道 难道我不是您亲生的 我不是您亲生的 我不是你亲生的 冰儿 你不要难过了 你出生的时候 我正想把你扔下不管 但是我心里又舍不得 就把你留在我身边了 但这二十年来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亲生的女儿 冰儿你说是不是 我知道 你一直很疼 这半年多来 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在干什么 才把你赶到城里去住的 其实 我只是想保护你 你不会怪我吧 娘 怎么会呢 只是你一直什么都不跟我说 所以我 你相信这段伤心事 我的心 就像是被刀割了一样 那么痛 大哥 你把这么多男人关在客栈 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些男人 都是有不轨的气度 如果他们不这样 就不会有这种下场 当年 我的儿子 就是在这间客栈里不见的 我真的希望 能有一天 在这里把他找回来 正好 便后面有个温泉 我真的好希望 有一天 有个男人 有个男人 来到车里跟我说 老板娘 我想洗温泉 好 娘 你一定会找得到他 一定会找到 算了 算了 这么多年下来 我的心也慢慢的淡了 我已经有你这个乖女儿在我身边 找不找得到那个孽种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其实 我真的很感谢老天爷 他把你送来我身边 不许 不许 是老天爷 终于可怜我这个女人 送给我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好 娘 娘 您还没睡啊 我想看看你 娘 坐 娘 喝杯茶 娘 有件事我想求你答应我 什么事 你说 娘 我们把客家那些人给放了 好不好 我 我 我 那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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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还笑了出来 你们笑什么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们已经知道了 那你还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你可别乱说 我给人家骗了 不行啊 奇怪 我怎么老骗不到你 童子竟 我怕头 好了 你们两个别吵了 萍儿 我也跟你说过 娘的眼光还不错吧 这个童子鸡呢 外表虽然点儿郎当 但是她挺在乎你的 为了你投入王府冒了多大的风险 就是 怎么样 你的意思如何 娘 人家跟子楼哥不是那样的 子楼 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脏柜的 我再下 我会用力地下 下什么下 你母鸡下蛋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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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留步 留步 干吗 也没干吗 只不过这些日子真是太麻烦您了 简直是麻烦死了 你们这两个鬼 早死早好 大姐 你怎么这么说呢 那怎么说呢 您瞧您这样 其实啊 您是面和心善 不是 我是说您是面善 心眼善 您简直就是菩萨心肠 有人说您这儿看起来 像一朵春天盛开的桃花 娇艳动人哪 尤其是您那一双明明 那真可以把人的魂魄 都给勾到九霄云外去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还会骗您 可是 别人都说我 好像胖了一点 不不不 一点都不胖 您是农牵合肚啊 您那叫福探 福探 真的 那当然 我也这么认为 大姐 我有个事 好不好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 我来这儿几天哪 关在里头闷得慌 好不好 你把我放出去透透气啊 原来你这么说了老半天 你是让我给你开门 放你出去咯 不不不不 不是 就在这牢房里头透透气嘛 您瞧 我这手铐脚链都上着呢 我能跑哪儿去 还不就在外边转着呢 紧紧好 开点火了 说得也是 那好吧 我 我 多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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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多写点 哎呦 吃饭了 大姐 大姐 什么事啊 既然你都让我出来了 不如你把这手铐也开了吧 这样好吃饭 好吃饭 呦 你未免得寸禁止了啊 要我开门让你出来外面 输输筋骨 现在怎么样 要把你打开手铐 好让你跑 我没那么傻 大姐 我能跑哪儿去啊 我是个读书人 手无伏击之力啊 哪像您块头那么大 不是 我是说我打不过您的 您就跑 打开吧 那样子你也不敢啊 我告诉你啊 我把你打开了 不能跑 不会 我能跑哪儿去呢 来 好了 我给你吃饭了 给你 小孩 好吧 真的不能跑 不会跑 我这个人啊 没什么好处 就是经常好 你要对我好的话 我就会对你好好 你这么挂了 那可不 那我就让你舒服一点 好了 快点快点 我会给你 我开心 你 我会给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娘 花姐充分没带 我去帮她拿去 贝兰爷 也有人来了 找个地方躲一会儿 怎么了 死人 倒下我这事 玉环春 快把她给放你 要不我对你不客气 怎么 想看你心爱人死在这儿呢 你 玉环春 你不要乱来啊 西藏公队 你有害怕的时候啊 你想怎么样 混蛋了 去拿个绳子来 还不客气 去哪儿 把掌柜的帮起来 掌柜的得罪了 玉环春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伤害平儿一根寒毛的话 我做过也不饶你 别耍狠 给我绑近一点 董之龙 你也把粉糖浪给绑起来 这指纹太细了 我去拿根粗的 快给她 现在后面 你终于有机会 报杀我们这种人了 如果你想报仇的话 你可以杀了我 但你不要伤害我女儿 贝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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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了 你要的绳子来了 贝勒爷 救命 救命了 贝勒爷 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 贝勒爷 贝勒爷 求平是我的老婆 这两个呢 是你小老婆 我两个给你换一个 你不会吃亏吧 同志老 谁给你换了 哦 这么意思是说 这两个就送给我的女后 你少来这一趟 你们两个 长得比我老婆漂亮 有了你们啊 我老婆我也不要了 童子鸡 你说什么 你们两个 乐不乐意跟着我 我不是小贝勒爷的人 还不要你呢 哦 你们是小贝勒爷的人 哦 那去吧 哎呀 我来说 子龙 你有没有怎么样 我没怎么样 我看我事情可多了 我要吃药 要敷药 还要包扎 天哪 都是血啊 快扶他到我房里 来 走 真的很多血啊 真的很多血啊 粉堂狼 把尸体藏起来 是 圆走了 没事 谁说没事 大 大家 这个臭男人 你这个臭男人 别看我怎么好笑 大家 我没有骗你 你在这儿 不要 不要 哎哟 三龙哥 你出去 打点水来 哦 好痛 好痛 好了 别叫了 真是没出息 长柜的 我伤得这么重 你还不可怜可怜我 你若真伤得重 还叫得出声来吗 不然 他就有多 consult 长柜的 你对我真好 简直 campaign 比我娘对我还好 啊 有时候啊 我都会觉得 我到底是不是我娘亲身的 老爱骂我 不把我当成一个玩意儿 就不像掌柜的你 对我这么的好 又这么看得起我 愿意把秋萍姑娘嫁给我 虽然那天我没有答应 跟你冲了几句 不过我心里头挺感激你的 掌柜的 谢谢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无赖看待 因为这一辈子看得起我的人 真的是不多 掌柜的 我跟你说 掌柜的 怎么不见了 我还得自己上药 老天爷 谢谢你 终于把我儿子还给我了 但是 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进行 我要将那郁振文痛苦一辈子 老天爷 原谅我 我是个狠心的女人 儿啊 你受苦了 但我不会害你 你最后一定会明白微娘的心 让我最后对 몰라 尖柜的心 最后想保持这个 我找你 你只好一死 你只可以 你只好一身 你只好一生 我是說真的啦 就回呀 就算我死不了 我看我也逃不掉 什麼意思 我殺了人 而且還是個貝勒爺 你說我能逃得過嗎 不說了吃飽一點要緊 兩位大姐 我走了 麻煩你們跟掌櫃說一句 好 子樓哥 你要上哪去 我到官府投案去 我怎麼不能拖見你們還有掌櫃的吧 幹什麼的 被死了 死人哪 死者是何人 禎大人是預備了 好 你先退下 是 童子樓 人可是你殺的 沒錯 你為何要殺他 齊敏大人 人的確是我殺的 但是假話呢 我也不會說半句 這個玉環春啊 她死有餘辜啊 她跑到客棧 夾持邱明姑娘 要挾邱掌櫃的 我為了救邱平姑娘 跟她大打出手 只怪她呢 才出學前 刀明明在她手上 她卻被自己的刀給殺死了 大人 你要是問我 她究竟怎麼死的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你說她挾持邱平 要挾邱水仙 還要挾她什麼 哦 他們之間的關係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知道玉環春 叫掌櫃的叫七彩蝴蝶 他們之間好像有什麼稱仇大恨 是 來人啊 在 將童子樓戰刑機啊 退房 回復 快點 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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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請節哀 貝勒已經死了 殺了我的孩子 你這個屠宰子 嘿嘿嘿 你要打 待會我讓你多打兩下 不過你先讓我把話講完 你兒子今天會有這個地步啊 你的做父親也有一半的責任 你可以開始打啊 王爺 公堂至上 不得動手動腳 施大人 他是殺人兇手 難道 我不能打死他嗎 王爺主要在如此的不可理喻 修怪本不不客氣啊 不敢當 不敢當 為伍 為伍 為伍個屁 就憑你們 能夠把本王怎麼樣 蘇利 在 將王爺所說的話全部記錄下來 本府要看萬歲爺能將王爺怎麼樣 退坦 我是一隻龍中雞 我的童童 明天 子龍哥 子龍哥 你來得這麼快啊 有沒有帶什麼好吃的 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要不然我怎麼辦 我找個生日上吊啊 我們都擔心死了 現在到底怎麼樣 別擔心 我這是誤殺 利率呢我還懂一些 頂多三年留途 我很快就回來了 但是死的是貝勒 管他什麼呼噜熱的 他本來就該死 而且我也是誤殺嘛 子龍哥 萬一你 萍兒 你你怎麼難過快哭了呢 都是我不好 阿妍你哪裡不好啊 你你你別想這麼多了 萍兒 你難過哭了 你是不是開始有點喜歡我了 對不對 你說什麼 你你你看你哭了 我就知道你喜歡我了對不對 童子雞 真討厭你 萍兒 開玩笑的嘛 大娘 請 大娘 你也在 子龍 娘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真的傷了小王爺 娘 我這是誤殺嗎 天啊 你怎麼會闖下這麼大的禍呢 你很告訴你多少次 不要再為你惹是生非 你就是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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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難過嘛 你死了 讓你活不下去 娘 你別這麼說嘛 我 我本來好好的 別你這麼一說 我心都亂了 你心都亂了 你有沒有想想我的心怎麼樣 這二十年了 我每天都睡不好 我沒有想到 我最擔心的是 終於還是發生了 大娘 萍兒 快送我娘回去吧 大娘 我們先回去歇著 子樓哥不會有事的 大娘 子樓 媽媽 謝謝 大娘 您別難過了 我怎麼想說 子樓哥吉人自有天相 他是什麼吉人 一天到晚給我窗戶 我這回為了這孩子 短命二十年 大娘 您別這麼說嘛 看你這麼難過 我也好難過 丑姑娘 你真好 你 如果子樓跟你一樣多好 我沒事了 你快回去吧 好 那您自個兒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來 請 秋姑娘 你還沒走啊 啟 若是没有情缓扰 无法有人来打扰 秋姑娘,你还没走啊 你还认得我吧 我找你找了二十年 老天有眼 真是天网灰灰啊 林香 我对不起你 这么多年了 我的良心也受够了折磨 你受够了折磨 那我呢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我在最痛苦的时候 你居然还落井下石 偷换走了我的儿子 你有没有良心 我要看连良心在哪儿 我早就料到 是早会有这么一天的 当初我们家老爷就劝我 不要招惹江湖众人 我偏不听 你现在后悔莫及了 林香 当初我虽然做错了 子楼虽然不存在 但是他活蹦乱跳 尽力忘胜 心地善良 他是我的骄傲 虽然我天天骂他 他还是我心头上的一块肉 他还是我心头上的一块肉 你要搞清楚 子楼他是我亲生的 子楼 我求你不要再说了 子楼如今闯下之滔天大火 根本就没有活命的希望 他活不了 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你杀了我吧 你把子楼养成这副德行 我实在不喜欢 但是他还算老实 也聪明伶俐 七彩凤凰 不是 我现在叫七彩蝴蝶 你应该还记得 在婴儿的背上 有个蝴蝶胎器吧 子楼 他知道你是他的 他还不知道 谢谢 谢谢你 但有件事 你还不知道 什么事 一直在关心你 照顾你的秋萍姑娘 你知道她是谁吗 童大娘 你只要儿子不要女儿 你把天底下最好的女儿换给我 你知不知道 秋萍她给了我 多少的人生意义 她一岁的时候 有多么的可爱你知不知道 两岁的时候有多么可爱你知不知道 三岁的时候 我求你不要再说 我不要再说 我就是要说 你犯下的错误 是无法弥补的 秋萍她早就知道 她不是我亲生的 但这一点都无损我们母女的感情 但如果秋萍她知道 你就是她的亲娘 她会怎么想 她会有什么态度对你 不要再想 秋萍你不要再想 不要再想 你这个狠心的母亲 为了什么传宗接待 竟然丢下亲生女儿不管 我告诉你 秋萍她一辈子 都会把我当成她的娘 儿子龙 如果让她知道了 她娘做这种事 她会怎么看你 我再告诉你 是你自己浪费了人生最珍贵的二十年 所有事都是你搞砸的 天哪 最多事没有情宽扰 无法有人爱她 多罗孝君王 御正名叩見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起刻 謝萬歲 謝萬歲 君王此來可有要事 貝勒御環村被一個世警不賴故殺致死 順田府施司倫卻包庇罪犯縱容不法 恭請萬歲甚斷 真有此事 啟稟萬歲 貴族 貴族 往事尊嚴何在 我大清律法何在 此乃動搖國本之案 不可調理清心 咱們大清與前朝不同的地方 一是嚴加管束貴族 二是不許內官干政 三是壓抑士生豪強 既然貝勒與身頭小民發生爭執 首先應當追究的是貝勒的責任 欺命萬歲 那個無賴目無法計 確實殺了小貝勒 如果那個無賴真的殺了貝勒 那施司倫為何要包庇他 施司倫辦案一項公正聯名 此案既由他審理 等他把案情調查清楚 自然會給你一個交代 謝萬歲 咬死 咬死他 你死爹了 我死爹還不一定呢 咬他快 對 對了 你看吧 還是我贏 來來來 這還是我拿進來的 怎麼好的都站你那邊去了 哪個什麼好的壞的 我告訴你啊 這不是屈蠢的問題 這要看人啊 有沒有本力啊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啊 不相信咱們再來啊 你先五十文先拿來 快點 快吧快吧快吧 給就給吧 反正給了一年沒有 你還沒砍頭 這還不是早晚是我的 你的什麼啊 我告訴你 我命硬得很 我就是被你砍不了 怎麼樣 來再賭啊敢不敢了 來就來吧 完了 算你厲害 好 掌櫃的 勞駕您啊 子樓 我跟平兒 都很感謝你 別這麼說嘛 沒什麼 我總算沒看走眼 子樓 你的確是個大丈夫 大丈夫啊 這幾天啊 我自己想想 我這一生呢 過得是太荒唐 我娘打我 罵我 我就是不聽 這萬一 我要是真的被砍了 我娘可怎麼辦啊 我可是一天 我都沒孝順過她耶 生我這種兒子的人啊 她 她真是倒了沒了她 你放心 我會幫你 照顧你娘呢 掌櫃的 到時候又得麻煩你了 對了對了 掌櫃的 那個邱萍啊 她開始已經有點喜歡我了 我 我很害怕 您最好啊 趕快把她找個好人家 把她給嫁 還有啊 我那從你家裡 帶那幾隻回來的小雞啊 到時候你把她帶回山上 好好地養 嘿 千萬別把她給吃了 幹什麼 你在交代你的後事嗎 在此啊 我怕就來不及了 不如這樣 我給你賭一把 你說好不好 賭什麼 我賭你 這次一定沒事 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救你 你還記不記得 你跟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不是覺得我很面熟 對啊 對啊 你記住我這句話 我一定不會讓你死 寂寞是沒有情溫柔 無法有人愛她呀 無法有人愛她呀 來了 凡同事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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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叩見大人 洪氏 你就是童子樓的娘 是 那你可知童子樓與貝勒玉環村有何過節 好像是因為 貝勒爺派人毒死了我兒心愛的大公雞 荒唐 哪有為了一隻公雞殺人的 傳蝴蝶客棧掌櫃秋水仙上堂 傳秋水仙上堂 名副秋水仙拜見施大人 秋水仙本府問你 那童子樓與蝴蝶客棧有何關係 啟稟大人 童子樓跟我還有蝴蝶客棧 一點關係也沒有 那命案發生當日他為何會在你客棧裡 童子樓為了追求小女秋平 經常賴在客棧裡不走 那你可知童子樓和那貝勒爺是為了何故起爭端 明副不知 童子樓是共稱 那是因為玉環村挟持秋平要陷於你 可有這回事 沒有 好 不是你說謊 就是他說謊 不管你們兩個是誰說謊 本府只會查明 傳唐氏花式上堂 傳唐氏花式上堂 参見大人 花式 花式 回大人 你說花式不花式的 我以為你在誇我們哪一個衣服好看 我叫花蜻蜓不叫花式啦 本府問你 當日那童子樓歐畢貝勒之時 你可在現場 我不在啊 我不在啊 哪兒 那當時你在哪裡 我在山洞裡 我在山洞裡 做什麼 我被 我在裡面打掃了 那你就什麼都沒看見了 對 唐氏 你呢 啟稟 啟稟大人 明父什麼都沒看見 好 童子樓在你們店裡打死的人 你們三個卻都什麼都沒看見 明父確實未曾看見 好 傳求平上堂 傳求平上堂 廷兒 廷兒 侯氏 公堂之上不得無禮 明父之罪 明女求平參見大人 本府問你 命案發生之時 你是否就在現場 在 那你把命案發生經過 慢慢到來 貝勒爺 用刀子挾持我 子樓哥為了救我 和貝勒爺扭打在一塊兒 後來怎麼樣 我就沒能看清楚 那貝勒爺為何要挾持於你 他對你是否有何仇恨啊 說 貝勒爺 是因愛生恨 所以 好 這麼說也就是童子樓和那貝勒爺 兩個人爭鋒吃醋 引起了爭斷 是 當時你娘是否在場 在 不 不在 秋水仙 貝勃爺 本府問案 問的可是要句句實言 你們卻都不說一句真話 分明是掩蓋事實 一個說不在場 一個說沒看見 都是受你的指使 大人 他們並沒有受我指使 名副也的確不在場 童子樓在你們客棧殺了人 你們卻都說不在場 提不出反正的理由 這分明是要置他於死地 他因爭鋒吃醋 故傷人命 論罪該殘 不 我而不認死 當然我而不認死 殺人殘命 誰也救不了 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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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拼了 拼了 那愛情是會斷的橋 心是會無限的需要 呼吸過你就解不掉 我只是為了滿指紋得到 把笑多的美好 寂寞人知道 在心底有一顆記號 日子等不掉 也許一直會到老 寂寞人知道 心能用得下多少 最多是沒有情緩繞